近日来,刚落户卡塔尔不久的中国大熊猫晶晶和四海成为了这里的明星,深受当地民众喜爱。 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健指出,大熊猫是中国国宝,迪卡之际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,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。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,抵达卡塔尔的时候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,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,也为世界杯的成功举办,增添了中国元素,做出了中国贡献。 大熊猫深受中卡两国人民的喜爱,那么他们的到来必将加深,两国人民的政治情谊拓展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,从来成为中卡友谊的新标识。 根据中卡两国协议,金金和四海将在卡塔尔居住15年。金金四岁,是一只调皮的男孩,四海三岁,是一只活泼的女孩。 他们都出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品基地。 周健介绍,驻外的两只大熊猫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好,他们已于11月9号开始来到外展厅,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。 金金特别喜欢新家的水池,而四海特别喜欢新家的大树。 有趣的事,他们虽然说已经驻外了,但是他们还只认识四川口音。 饲养员用普通话叫他们的名字,他们直直不离,毫无反应。 而用四川相应一声呼唤,他们就听话的跑过来。 所以说我说,卡塔尔工作人员在照顾好他们饮食起居的同时,正在努力的学习四川话。 我想这也是大熊猫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